闹哄哄的教室 仿佛开学第一天 只是这间教室有点特别 家园被摧毁 已过了将近两星期 摩洛哥豪兹省的 阿米兹米兹 阿斯尼等重灾区部分村庄 终于开始恢复上课 由当地教育单位 和军方协调搭建 这些帐篷不仅宽敞 教学用品也相当晚备 当局在豪兹省山区偏乡 总共搭建了150顶帐篷教室 同时也持续帮助受影响最严重的六个城市 共约6000名学生转移到马拉卡时就学 教育部强调 复课重点除了学业 也会积极辅导学生 避免留下心理创伤 带来新闻 江玉廷编译